最新一期的创造影2019中 一大批学员遗憾直播于第二阶段 四位班主任能保障一位学员近期 苏永鹏合理利用规则拯救肖凯中 这也是他第二次利用规则 成功保住了学员 苏永鹏宣布的淘汰名单中 很多都是F班的学员 学员们离开之后 苏永鹏独自站在海边哭泣的画面 既感人又扎心 不得不说这些学员能遇到苏永鹏这样的班主任 确实很幸运 不过胡言斌复活马雪阳却引发热议 激动我队长网友喊话说 我不是来蹭热度的 我是来成团的 其实马雪阳这个年龄还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种精神确实值得鼓励 但是同类型的学员已经有了各方面都更出色的张颜 确实不需要马雪阳来采打这种精神了 马雪阳是出道多年的艺人 就算不当学员也能拍戏 他在人生中并不缺乏机会 就连张颜也直言道 你现在有戏拍就不错了 不过很多年轻学员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实力方面也不比马雪阳差 很多网友也直言道 蔡正杰林亚东这样的年轻人 或许比马雪阳更需要这样的机会 那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